云秀秀设计师在每次的作品中 都会为屋主设想到未来生活的便利性 特别着重在老屋翻修的基础工程上 要让屋主再住十年二十年都能安心舒适 并且满足家庭成员不同的喜好 让每个人都有专属的空间 这次翻修圆梦计划相当精彩 今天这个暗场的屋主是一对非常事业有成的夫妻 那秀姐对他们也非常的敬佩 除了他们是很成功的企业家以外 他们对于孩子的教育也非常的慎重 为了孩子的学区选择了这一个有三十年的一个老房 那这个空间是非常的大 有五十四平 当初秀姐来到这个暗场的时候 也觉得其实很可惜 原来的装潢已经把它的一些优点都覆盖掉了 经过我们的设计改良 把它的整个空间感营造出来 那看起来就是一个豪气大宅 那以及业主很喜欢浅色的这样子优雅的一个风格 他们在幸福空间节目上看到我 所擅长的扩大空间感 以及优雅的美式风格 所以今天我们也兼具了所有的使用机能 希望我们可以为孩子打造一个舒适的一个成长环境 今天我们来到天使总监秀秀姐所这个设计的空间 不过今天是一个三十年的老屋翻新 那讲到老屋翻新 我觉得基础工程就是最重要的一环 当然我相信秀姐你这个非常在行 找你就对了 对的 我们公司在这个基础工程上是非常严谨的 包括了一系列的一个SOP的一个制作过程外 又有一个SOP的一个验收流程 那原本的屋况也是有这个老屋的一些状况 包括我们这个水电 这个水管要更新 电管也要更新 然后防水也让它彻底的重做 那以及有一些格局 就是我们一来的时候 看到它的格局也是有装潢的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有一点点屋高 不够高的感觉 有点压迫感 那我们也让这个缺点改良了 变成一个挑高的一个空间感就营造出来了 那再来它还有一个很大的阳台造景 那当然可能有一点小桥流水的这种感觉 但是相对的这个客厅就被压缩了 那所以我们也改良掉这个缺点 让它这个整个空间感就拓勘出来了 那原本在这个玄关与厨房之间的关系比例 也拿捏得不太好 所以说呢 经过我们的改良也让这个玄关呢 就不再是大而不当 然后颜色很深沉 我们是把它改良成明亮 而且呢 有一个独立玄关 有一个豪宅气势的一个感觉 那再来我们在厨房的部分 它原本有一个就是很奇怪的拉门 我们也把它改掉了 那我们变成一个豪宅应有的一个 完整的模型的厨房 以外呢 又是秀姐重现了 一进二进三进的 这样子的一个厨房空间 跟这个吧台餐桌的这种关系 所以整个改良呢 把这个原本这个五十四坪的 这个老宅的优点全部显现出来 而且看起来好像有六十几坪的感觉 就是说对 整个空间都放大了 而且秀姐跟我讲说 今天的这个女屋主 她非常的有品味 因为今天整个空间所有的家具 都是她非常精心挑选的 对 不只是这样 连灯具啦把手 她都非常的精心挑选 那因为基于业主是一个 非常有品味的人 所以我们在挑选这些建材上 它呢全部都自动升级了 真的啊 花了不少钱了 那像我们在挑选这个瓷砖地瓶的时候 业主呢 他就自动升级了一款就是 非常优雅 而且仿这个玉石大理石的 一个白色瓷砖 非常的漂亮 以及呢这个电视墙啊 我们也选了非常高级的 一个薄石板 它呢显现出来的呢 也是一个非常原石的一个感觉 对 那还有我们在这个做这个基础工程啊 你知道呢老屋啊 最怕的就是这个楼板很薄 那有时候你听到楼上很吵 隔音的问题 对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地瓶工程呢 也加入了这个隔音工程 另外呢在浴室的部分啊 业主也都挑选了这非常磨灯的一个磨镜 那在这个磨镜上面呢 有非常多的一个温度的数据啦 时间的数据 以及呢你也可以用蓝牙连线 播放音乐 非常的优美享受呢 那这些的种种的升级呢 都是业主他要追求完美 让这个家更好的一个方式 其实我能够懂业主的心情 因为想说我既然都已经花一笔钱 来做维修 那倒不如我就一次做到位 对不对 那这样之后我们可以住个三十年 或者四十年都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那秀姐 因为我有看过你们的3D图 我觉得你的3D图太厉害 因为几乎跟现场是 真的是百分之百相向 我真的是没有浮夸 但是因为今天整个空间 格局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 但是在机能上面 你有特别帮他们加强 是的 那我们从玄关开始 在这个衣帽柜以及鞋柜 有一个旋转鞋架的设计 都让它有充分的收纳 那还有我们也设计了 这个很漂亮的一个 弧形的穿鞋椅 那以及大理石的一个图腾拼花 我们用水刀切割的 那这也是我们的设计师团队 去设计出来的 那以及搭配了业主自己 亲自挑选的 很漂亮的水晶灯 好像一开门回到家 就是一种享受 然后会在这个玄关 驻足很久的感觉 而且它一进来 这个动线是非常顺畅 是啊 那坐在这个 弧形的这一个座椅 你可能就觉得好舒服 就觉得自己是 就觉得很像贵妇 对 那再来转折过来 我们就是带动了 这个电视墙的一个动线 那电视墙我们也是精心的设计 那除了刚刚讲的 这个很高级的一个薄石板石材 那以及我们在下方的电视柜 也做了非常强大的收纳 还有这个音响的机柜 那在两侧 我们也用了一个灰镜 以及这个LED的灯条 营造出有一点点 现代风格的感觉 那你知道现在新美式 其实它所谓的新 就是把这个摩灯 以及现代元素给融入进去 原来是这样子 是的 但是薛如姐 我有个问题 就是说其实 我很喜欢这一块地方 就是移进来的正中间 听说是女屋主的这个书房区 对 是的 那你知道这一个女屋主 她除了自己是一个 成功的企业家以外 她也是一个非常会 相夫教子很能干的一个妈妈 那她当然 第一个她可能要看顾她的孩子 吃饭 做功课这些事情 那或者是她自己也要 常常要有一些读书区 她要去在她的工作 要去做一些处理 那所以薛如姐 就一开始就把她设计的这个位置 结果很巧的是 就是不谋而合的 跟她的这个风水师 所找的这个文昌位 就在一样的位置 原来是这样 所以其实她住在这边 就可以看到每一个区块 所发生的事情 对 环顾全场 对 然后可以掌控全局 对 那我们在她的后方 也做了很大的一面资料柜 那其实这个资料柜 其实是跟这个主卧 后面的主卧是一个双面柜 那以及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会延伸到我们的沙发后墙 那这样子一体的这个造型 以及颜色色系 我们都把它兼顾了 运用壁面线条 和色彩的与会串联 不仅放大了视觉感受 也让整体氛围更为优雅 天花板和墙面的色阶 无形中也拉高了空间感 宫领域用的是 方正气派的线板层次 小孩房则是圆弧收脚 多了一份温润感 每个小细节 都是天使总监 秀秀姐的细心用心哦 秀秀姐刚才讲说呢 这个原本在厨房 有一个很奇怪的拉门 然后再配上一个L型的钟导 这样整个动线 就非常的不顺畅啊 所以现在改进完之后呢 我觉得整个餐厨区 就很有秀秀姐的味道 就是一进二进的感觉 对 那这样子的动线就顺畅多了 而且在这个使用上呢 也会非常的充分 像这个吧台区 我们可以做一些轻食料理啦 或者是大家团聚在一起 包水饺 做烘焙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餐桌也很大 要围炉啦 大家在一起聚在一起 一个家的凝聚力 就是要看你的餐厅 对不对 那以这样子的一个格局设计呢 我们还在旁边 就是厨房旁边呢 也有保留了一个就是用人房 那以及到这个洗衣阳台的动线 我们都已经帮它预留出来了 那在这个整个设计的墙面的造型 我们也是用了这个跟客厅一样的 就是浅藤色的一个浓暖的墙面 以及呢 非常古典的一个厨房的拉门 还有我们的吧台的这个台面啊 以及这个餐柜的台面啊 我们用的都是石英石 而且做了非常古典的法国边 所以非常的优雅 而且其实细看真的是蛮多细节的 而且做的是很精致的 细心的天使总监秀秀姐 在格局的破解上让每个场域都更方正之外 动线也非常流畅 从玄关转折进来 无论是想直接坐在沙发上收席 或是到餐桌用餐 甚至采买食材回来 要直接进到厨房 也是非常便利 让生活细节都变得优雅舒适 那么屋主呢 他说因为今天呢 原本的格局是四房嘛 那他说他只要三个房间就好了 所以呢 秀姐你就帮他们把这个主卧变大了 是的 那我们当然就是保留了原本这个 次卧室给女儿房和儿子房 那原本呢在这个有一个合适的这个空间呢 我们就改成了就是一个更衣室 给这个主卧室使用 那另外呢还做了一个非常收纳强大的一个储藏室 那在这个更衣室的设计呢 我们也是用了这个局部透明的门片 以及局部实性的门片 以及在窗边呢也设计了一个梳妆台 让这个整个更衣室的收纳呢非常的强大 那这个更衣室呢我们是在这个主卧室使用的 所以主卧室它还有一个比较有点走道的空间 一直到主卧室里面呢 我们都做了一整排的大柜子 也是有非常强大的收纳 我很喜欢旁边的卧榻 就是感觉坐在那边就是很舒服很悠闲 对 那还有就是我们也搭配了旁边有一个很漂亮的布蔓 那感觉也非常的浪漫 对 那这个卧榻也是有强大的收纳 那以及呢它的这个床头啊 其实你看起来是一个床头墙 对啊 但它其实是床头柜 它后面又是一整排的收纳了 那在最右边的这一个门呢 它其实呢有遮饰了一个对外窗 那这个窗呢也是要维修冷气使用的 所以我们也都把它保留起来 OK 所以主卧房的机呢 可能收纳应该是做足了 但是我有发现主卧的这个浴室 是不是也有变大 那其实呢 它的大小是跟原来的差不多 只是我们在这个处理上一些 卫浴设备的这个方向啊 处理得比较好 所以整个空间感呢放大了 再加上它非常高级的这个瓷砖啊 整个趁印起来呢 就像六星级的饭店一样 真的有像 因为不断的升级嘛 对不对 连里面的瓷砖都要升级 好 那接下来呢 因为屋主有两个小孩嘛 然后他们也非常重视他们的小孩 那我刚才看了一下 这个女孩房就很像小公主住的城堡 好可爱喔 真的 看那个粉色 就很像甜甜的糖果 那再来就是它的这个床边板啊 我们当初的设计师呢 设计这个就是冰棒造型的这个床 对 妈妈她是觉得有点觉得说 这样好吗 那可是女儿喜欢得不得了 结果做出来真的那个效果特别好 那除了这一边的这个软包 以及床头的这个城堡造型 那还有我们的延伸到旁边的书桌 那也让它呢在这个基本的配备啊 都把它设计得非常的良好 那在旁边呢 有一个粉色的卧榻 那这个卧榻呢 也是真的超梦幻的 那我们在两侧呢 也做了拱形的一个书柜收纳 以及呢上方呢又有一个非常Q的一个吊灯 然后呢转折过来呢就是 我们帮它设计的衣柜 那以及呢搭配它原本的系统柜 做了一个融合的书柜 让它做了一个融合的一个设计 哇 妳们很厉害 因为我看不出来 有一部分是沿用的之前 是的 好 还有呢 有一个这个贴心的地方 就是说秀柔姐 有帮这个女儿做了一个套房的设计 对不对 对 因为在这个 我们在客浴室的设计当中 本来是有两间浴室 那但是呢 其实他们是有这样想的 就是说我们独立一个马桶间 那另外呢再是一个洗澡间 那女儿一直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妈妈我可不可以是有 拥有我自己独立浴室的一个套房 后来呢我跟业主 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我们就让这样子的一个 四件式的一个浴室呢 我们就做了两个门 一个门就是通到她的房间 那就是貌似她有一个 独立套房了 这样子也是不错的一个办法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是梦幻的女儿房 连我都想要住进去的女儿房 还有个儿子房也很可爱 对 儿子房其实也是非常 这个粉蓝色的一个色系 也是非常的可愛 那我们在这个床边柜呢 做了一个蓝色的一个造型 那以及上方呢 也有一个X型的一个层架 那再去连接到 它原本就有的一个书柜 对 那就是系统柜搬过来的 那我们也把它融合在一起 那以及非常温馨的 有一个休闲区域的沙发 上方有一个很Q的一个气球灯 那当然这个儿子房呢 我们还是要把它的 基本的收纳以及书桌 都把它设计好 那所以在旁边的书桌 以及衣柜和书柜呢 都非常顺畅的一个动线 OK 好 其实秀姐我觉得 如果今天我是这个屋主的话 我当然是希望就是说 我家呢能够非常的完美 然后我有很多的梦想 对不对 但是有的时候 真的是实际的条件 真的没有办法做到 但是我觉得秀姐 你真的很厉害 都是很用心 花了很多的心力来 百分之百的来帮这个业主 屋主能够达成他们的梦想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天使总监的称号 真的不是浪得虚名 谢谢